你身體的溝通 當我找到你波長的時候 我可以跟你的身體的溝通 溝通 跟他的溝通 溝通 溝通 跟他的能量場溝通 就可以 現在就可以 所以剛才跟他的 媽媽 找到媽媽的波長 所以每一個人都 對每一個人都一樣 我這裡有很多 不同的 經鑼 經鑼 經鑼線 中國人不是有12經鑼 埃及有 220個經鑼 每一個 習慣 神經 我們的呼吸系統 身狀系統 腦袋 都有他的經鑼系統 是 埃及的經鑼系統 可以這樣子理解 電腦有電子的板 電路板 電路板 人體的電路板 我的方法現在就是 先找你的 frequency 找得來 他的頻率 我有這個 將這個經鑼系統 在檢查 檢查你 生 哪一個經鑼溝通 有問題 他就開始轉 就好像他輸入 那個經鑼肥 他每一次轉 就停 再轉就是停 再轉 再轉 再輸入 再停 他前後 當的時候 就是行長 他轉的時候 就是輸入 不同 好像他媽媽剛剛不是很慢 也很久 就是因為他很多經鑼都塞了 不通了 所以很久很慢 如果不要健康的人 他可能沒有那麼多問題 他很快 然後也很短 因為他不是每一個器官都有問題 你不能晚上 他越睡 你很晚才睡嗎 我問他先問他很晚才睡嗎 他看得到 我知道了 我到底知道了 我們有另外一個兒子的朋友 朋友的兒子也跟他約 然後他告訴你們這個秘密 他爸爸都不知道 原來他每天都是找不到 大概七點 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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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點才睡 很小的時候已經這樣子 因為他自己的房間 他都室在房間裡面弄電腦 他跟他約 對 你的身杖 身杖 有 對啊 睡 怎麼睡 睡